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乾隆晚年身边的红人和珅 不给他飞扬跋扈专权善政的手段 但是他也开始为自己去谋今后的道路 因为他知道只要乾隆死后 嘉庆掌握了大权 他今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嘉庆元年乾隆下旨将嘉庆的老师朱龟召回朝中 要封他做大学士 和珅听了之后就很不乐意 因为朱龟一生青年 一生都在和和珅作对 和珅肯定不愿意和他共事 于是呢就到乾隆面前去诋毁他 但是乾隆这一次却没有听他的话 而嘉庆呢 听说自己的老师要回来了 就非常高兴 写了一首诗给老师 和珅听了这件事之后啊 非常的高兴 于是呢就拿着嘉庆给他老师的信 去乾隆面前说 这个皇帝啊 现在就开始辱落人心啊 以后啊 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就这样去诋毁他 乾隆果然很生气 于是呢就把嘉庆训了一顿 而且呢要把朱龟召回来做大学士的这件事情 也给恶废了 但是和珅的这种行为深深的触犯到了嘉庆 仇恨的怒火开始在嘉庆的心中燃烧 但嘉庆知道啊 只要太上皇乾隆还活着 那自己就没有办法拿和珅怎么样 于是他继续隐忍 处处顺着太上皇 并且呢 对和珅的张扬跋扈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 太上皇乾隆驾崩了 而第二天 嘉庆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将自己的老师朱龟召回朝中 此时啊 在嘉庆的心中 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和珅 并且除掉和珅那盘根错节的党羽 但是呢他对此啊 还是感到非常的棘手 他的老师朱龟帮了他大忙 他老师的门生王聂孙 在太上皇驾崩第六天 就弹劾和珅 说和珅犯了二十条大清律令 理应临时处死 又过了几天之后啊 整个朝中的大臣们都上述说 和珅应该死啊 他的党派应该被灭掉 于是呢 嘉庆为了保留太上皇的颜面 就赐和珅在家中自尽 自此历史上第一大贪城 和珅的命运就此终结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请点赞关注